大家好,我池子 我们现在再把退回来的米 然后我们再整扭一下 然后拿到咱们家里吃一下 第一个我就不卖了 做一个装在里面的 但是我在猜你的时候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是什么事呢 有两个人 一个人呢 把他以前不知道跟他买的米 然后把他家包装死了 跟他诱回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呢更神奇 他把他那个米装在那个包装里面 然后你就会你会很清晰的看 你看这个米这个颜色 都黑色了 我不知道在从哪种的这个米 然后他给咱们一袋装过来了 你看看咱们家卖的米什么样的 这个是咱们卖的米 这个是新米 你看这个米我都不知道是盛了多少年的米 你们看一下啊 从灯光下看一下 这个米盛的又扎的都什么样了 然后你看咱们这个米 咱们这米在灯光下是亮的 你们陈米和新米的区别 你们一定要 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 你怎么能分辨陈米和新米 陈米它发黑 新米它是亮的 并且一打开有那种香味 有那种道化香的味 你看这种陈米它连味道都没有了 我都不知道他从哪搞来的 然后装回咱们这个袋子里面了 你看这个米 下面都有米丛了 给咱们游过来 你说这人心多不正啊 你这一点都不正能量 有些人真的是特别的 让我无理啊 就这种品质 你去买一个东西 然后你去把一切的东西去调换了 然后你发给 发给我们 我觉得这没有意思 这没有意思 我觉得没有意义 你这没有格局啊 你这么生活能好吗 这样的呀 你要这条小事上 你说你都弄虚作假 没有意义 你这再说 你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伤害和侮辱 是不是 我们本来现在是卖米的 你说这我们还看不出来 是不是我们的米呢 都卖出了一万多单了 你说我们的米 每个米我告诉你们 都是这种量的质量的 如果你看到发乌的 那是陈米 我们都卖了一万多单了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你说他给我突出一个这个 这个单子我们有 我们知道是谁发来的 但这事我也不点命了 就这样拉倒 我感觉不会所有人像他这样 去恶意去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没有意义 你去 我真的我特别觉得没有意义 行了